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中方主管部门每年都会例行更新发布各类型标准地图 旨在为社会各界提供标准地图服务 提高公众规范使用地图意识 希望有关方面客观理性看待 一直以来中方始终基于科学和事实 在双头边交流当中 反复向日方表达中方专业部门的意见和关切 中国俄罗斯也迄今向日方提出了三份联合技术问题单 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提出疑问 日方不仅未能做出有诚意的答复 解决我们的关切 反而对邻国表达正当关切无端指责 并最终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和做法 我要强调的是 如果日方真的有诚意 就应该立即停止排海 与包括邻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 就所有相关问题进行充分沟通 解决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